謝謝海溪 太感恩了 你在中間回到我寶物 祝你生 我記得姜洪杰不錯 我覺得小姜不錯 小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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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她又會運動 第二個她其實又愛妻 好 我不管怎麼樣 她至少愛小孩 她還會對孩子負責 我覺得這是不錯 小孩子沒關係 她如果是二婚 二婚 可以啦 可以 盡量先不要 但可以勉強一點 可以啦 我覺得要二婚 要看她跟她前妻的狀況 因為如果前妻她只是過世了 對 那就OK 而且我還願意去扶養她的前妻 可是如果是那種 那種 對 那為了錢我就不可以 對對 那我 還要在那邊打官司的我 還要幫她 那我買幹不行 欸 我的range都很大 我沒有中間值 我要嘛就是超小的 就是可能大我個 四歲 沒有不止 跟我爸一樣 婦女戀那種的 對對對就是大哥大哥大哥 然後要嘛就是 小我個七八歲也有 有 我覺得 梗汝那種都是真愛 不是 不是 你聽我說 沒有 你們聽我說 因為 你們聽我說 因為我 沒有 我坦白講 因為梗汝跟我同歲 然後他跟 他跟老焦 跟我的 對 焦哥 跟我的老大 就是 差了十九 十九還是八歲 我忘了 就是因為我有 十九歲 因為梗汝跟我同歲 所以我會用 我跟他的就是 平背的那個 來看 對視角 那因為 焦哥在我面前 永遠都是那種 maybe就是戴帽子 戴毛帽 我是沒有看過 他那個樣子 可是 你知道嗎 就是 我有辦法想像就是 焦哥一個年紀是這樣 可是 我說 那個都沒有關係 如果今天是我的話 我如果他的 他可以像焦哥一樣 這麼有才華 又幽默又有趣 工作能力又強 人人先 我覺得 那有什麼關係 最大部分是 我的質問 我太強勢了 就是 就是我的個性 比較爆一點 然後他處處的 讓著我 因為他覺得 就是我們在這一段關係 是不平衡的 對 他在我的面前 就會比較 沒有自信 就會 就偏自卑 那 這樣子的關係 就其實是 我造成這樣的 就是 狀態給他 讓他變得 很有壓力 那其實是這樣子 不好的 大家現在很幸福 我覺得 我非常的祝福 有一個 很 很愛他的 女生 對 而且我知道 他會有女朋友 是 因為 楊謙布的關係 所以你跟他現在沒有聯絡 完全沒有 而且他好像封鎖我了 是喔 因為我有傳微信給他 傳不出去嗎 傳不出去 是有個紅色金灘號 對 不是黃色金灘號 但那個已經是 拉黑名單 拉黑名單 他可能拉黑我 我覺得啦 我看一下 應該是吧 你傳什麼內容 我看一下 我忘記了 我真的忘了 我真的忘了 好像是吧 我看抖音上面是這樣 但我的 喔是金灘號欸